第七這兩個項目是前面單位的問題 然後練習還有一題是中和題的第七題 編制正確的同意表 就是說你知道哪些報表是放 哪些項目或者是哪些交易的金額 是放在同意表裡面的 好 第一個 如果你的書是第七版 請你看到第六十六頁 我們今天已經講到至少六十六頁了 那回去做的練習 請你做第二章的練習題 第六跟第七 這兩題都是屬於停業部門的報導方式 好 沒有很多計算 七十六頁 不是 八十一頁的第六題跟第七題 好 第七版的話 第六題跟第七題 還有中和題的第一題 好 這樣子呢 我沒有叫大家交作業 之前呢這個 這個要作業我覺得很開心 來 你找聯繫 我放單 因為我想如果題目都太多 大家可能會覺得 啊 現在都反正說不完就算了 結果當然我就勾每次了 還是勾自己給你 那我休閒自己去做練習 好 這樣子至少你有一個辦法 那我應該講過了 千萬不要看著題目對著答案說 嗯 作者寫的很有道理 就是這樣 因為考試的時候 沒有作者的題 答案可以讓你們在旁邊看他寫的那個道理 卻不是你在看他寫的那個道理 看到題目 我一定要請你喔 要自己試著 記得自己嘗試先做 透不出來 想不起來 為什麼 該怎麼做 好 所以你就去看一下後面的答案 好 看了 我覺得先看一部分就好了 那你是看 知道他 看完了 你現在看他的原因在哪裡 接下來你要自己做 好 所以不要幾個題目 從頭到尾把答案都看完了 你都沒有思考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多好 好 所以我要請你說 你剛開始寫的時候 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先 不要理想答案是怎麼做 喔 從這裡開始 好 接下來就自己往下去思考看看 接下來自己做 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學中派 做中派的題目 我曾經一整天做一題目 看著答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不出來 然後為什麼 我就不想往下走 可是這是一個不好的讀生方式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剛好有盲點在任上 那你是看不出來的 就是 大家如果在玩 Tradicase 有什麼就是 遊戲 你說我在那裡玩 怎麼知道 過不了關 過到一百點下 就是有一個事情 再回頭看 原來有這幾個 五個可以穿一起 我怎麼不會把它穿起來 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比喻 就是你知道 你一直在轉頭的牛角尖的時候 你其實很多東西 你是看不到這裡 你反而得不到答案 結果說 當你呢 做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完了答案之後 這是你最方前面的 課樓上面的一個解說 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就建議你去跳出來 進去做別的事情 好 等你休息一段時間了 你再回頭看的時候 有時候會突然會發現 什麼燈我三盤子 然後內容就在那裡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這麼容易把問題看出來了 可是你一直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呢 很多同學來問我說 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過快期題目 我做了兩次三次 可是我考試出來都是 考試出來的結果都不好 那我說 那你怎麼做呢 好 兩次三次都是看著題目對著答案 那你自己都沒有去思考啊 這樣的答案 你覺得你永遠不會是你 所以我說呢 你做題目不再出 不再出 你搞得清楚為什麼 是比較重要的 好 所以我只做三題 但是不是代表說 我就把這三題 滾瓜爛熟的 把它重複寫它五次十次 我就告訴我考試 就不會有問題 就不會有問題 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在考備送 所以來切換別人這種方式來補充 這樣你快進 你花了很多時間 只會赤倍更快 請你記得 你一定要做每個題目 你要知道為什麼 他是這樣做 來知道之後 你要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好懂 就要再找一個題目 我說呢 你要練習到 你的觀念有沒有熟透 這個串通到什麼程度 這個流暢到什麼程度 我看到這個題目 我第一次做非常多的考慮 如果你的練習可以做到這樣 那我保證 你考試做這個問題 那我說讀書 是用考試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什麼 讓大家有一個 什麼時間點 我要把某些東西讀到哪裡 好 第二個 考試的目的就是 讓大家知道 測試一下自己通的程度 也了解到什麼程度 所以考試的目的其實在這裡 所以請你 多練習目的也是 要自己去知道 你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 哪個地方你還是不太清楚 所以這個就是不斷的 從練習裡面去找到 你的觀念有沒有空障 好 也有方式了 好 所以請你 只有跟你講 請你不要做 我每個題目都做了 每個題目都做了 好 看了三次五次就沒有進去 都沒有用 好 請你一定要動手做 好 那所以請你今天呢 至少你回去先有這三題 請你目的要動手做 那接下來我們說了 好 那我不是這樣一個下課了 因為我們這張單裡都要講 所以 但我不會把這張講完 所以我們還是會準時設立一個下課 但是接下來我要覺得 我會選擇了 我的本期損益完了之後 體驗單位不見的每個公司 每一年都有 都不可能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 三五年他這家公司都可以幫你們了 好 所以這個不常有 但是接下來要講的 我們現在叫損益表呢 我們不叫做損益表 我們叫做中橫損益表 我們現在的損益表 都叫做損益表 所以我要告訴你 那個狀態裡面我要告訴你損益表 不是叫做綜合損益表 不是叫做損益表 也是叫做中和損益表 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在於 我們在本期損益之後 開始要放的是其他中和損益 但是我要在這裡已經告訴你說 其他中和損益 當我在計算每股盈裡的揭露的時候 不用算了 好 所以我剛剛講 每股盈裡的揭露的時候 只有到剛剛那樣子 繼續營業單位 停業單位 本期損益就很好 雖然我的中和損益表 下面還有其他中和損益的 科目或交易的金額 但是我在算每股盈裡的時候 是不用算那一個部分的 我只算到本期損益就好了 好 我的每股盈裡的揭露 只到本期損益 那我接下來呢 本期損益下面這些 叫做其他中和損益 那這些其他中和損益 基本上這些損益的發生 我們沒有把它列到 本期損益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它不是很快就會實現的 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放在 但是它對於公司的損益 或者是的報表是有影響的 在為什麼第五版你不要看 第六版我覺得還可以用 如果這本書作者的第五版就不要用 為什麼 因為在第五版的時候呢 它一定要把其他中和損益放進來 在以前呢 如果你看以前的報表裡面 其他中和損益它只會放在 資產負債表的股東損益項項 它叫做累計其他中和損益 累計其他中和損益 在資產負債表 它不會放在損益項項裡面 但是在國際會計準則之後 我們的損益表已經叫做中和損益表 原意就在於我們的中和損益也會 只要是當期當年度 這個我報導期間 這一段期間發生變動的 金額變動的 我就會略帶其他中和損益 所以你要記得其他中和損益 它的金額是指當年度 或這個報導期間異動的金額 但是我的資產負債表 還是在股東權益底下 我們現在在國際會計準則中 它不叫股東權益 它叫做權益 我們的分成資產負債權益類之三倍 以前我們叫做資產負債股東權益對不對 國際會計準則就把股東拿掉 這個everyty類就叫權益類 但是股東的組成還是一樣的 沒有全部不一樣的 其實名程稍微有一點點調整 好 那我們在國際會計準則的 資產負債表底下 權益的底下還是有放中和損益 只是它叫做累計其他中和損益 累計的話就是指以前 期初加減經年度異動的 得到期末的金額 就是累計的意思是什麼 以前年度發生的數字會併進嗎 但是損益表上面的其他中和損益 所以只放的是當年度有發生變動的 這樣聽懂嗎 因為損益表是什麼 我只報導這個會計期間的金額 就以前年度發生的跟今年度沒有關係 我不會把它放進來 所以損益表只報導是當年度發生的 所以其他中和損益 我也只計算或者是只報導的是 當年度發生的 好 之前年度發生的 我只會什麼 累計到股東權益底下 對不對 累計到資產負債表的權益底下 好 所以資產負債表的權益下面放的叫做 累計其他中和損益 但是我們的損益表上面放的中和損益叫做其他中和損益 所以是指當年度發生變動的金額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請不要先記得 那這個第五版裡面可能我們的損益表著 沒有特別去講其他中和損益 所以第五版我會覺得太遙遠離你 所以金額有用 因為它變得比較多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其他中和損益呢 我剛才已經先強調了 因為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所以我不會直接放到本期損益裡面 但是它對於公司的這個報表 對於公司的資產負債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放在我們的損益表裡面 單獨放在中和損益底下 所以其他中和損益跟本期損益一直併下來之後 我們最後得到的是本期中和損益 好 本期中和損益呢 是指本期損益跟其他中和損益合計下來的東西 我們列在一個項目叫做本期中和損益 好 那本期中和損益我剛剛已經強調過了 我在計算每股損益的時候不用去換了 消費的損益沒問題 原因就在於中和損益 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好 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那像對公司的價值有沒有變 有沒有影響 有一些影響 可是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所以我就不會列在本期損益 去計算我的每股損益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其他中和損益有幾類的交易 有五類的交易 好 這五類的交易 我們要花點時間來解釋它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不完 好 所以到這裡 我至少請你要把它搞清楚 好 我們再算每股領餘的時候 我們只會計算到本期損益 本期損益下面 因為我們現在國際會計選擇要求編的 是中和損益表 所以隨意表本期裡面 後面會有其他中和損益的項目 那或者其他中和損益的科目或交易產生 那這些呢 在隨意表報導的是 當年度發生異動的金額 就當年度的金額而已 但是比如 如果以前發生的呢 我會把它併計 就是我們會放在資產負債表的權益底下 我們叫做累計其他中和損益 所以累計其他中和損益是報導年度期末 報導期間結束 那天為止的娛樂圈 所以叫做累計其他中和損益 所以包括了之前的 當年度發生的才是到期末嘛 所以我們現在國際會計選擇呢 它不講期末了 它叫做報導期間結束日 那其實你要把它想成 這是期末的意思嗎 那國際會議準則裡頭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用詞 那其實呢 它的用詞裡面 你如果很難想像 就是要比照什麼東西 在國際會議準則裡頭 沒有講市價 好 我們之前會講說 成本比市價主低 不人身本跟市價主做比較 在國際會議準則裡面 它不叫做Monkey Value 它叫做Fear Value 那之前呢 還對於這個Fear Value 到底Fear Value 好 之前一開始有講公平市價 好 後來我們現在講到公平價值 我們現在統一的解釋 翻譯就要叫做公平價值 好 所以你就把它講成 什麼叫做Fear Value 什麼叫做公平價值 你就把它講成市價就好 那當然它不代表市價 因為市價是指 你有市場交易的價格 基本上你叫做Market Value 是市場上有這樣的交易 而產生的價值 這價格 可是事實上因為很多東西 可能沒有真正的市場的交易的資料出來 我只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評估出來它的價值 所以它不叫做市價 這樣的用字就很精準 因為它不是真正有市場的交易出來的價格 所以它不能叫做市價 它只是用很多其他的參考因素 或者是其他的評估方式得到的價值 我們叫做公平價值 所以我說 那有些人想公平價值 就把他想成 就以前我們習慣上面所講的市價 其實現在國際化的選舉裡頭 對於市價它是要很精準的用心 就是真正有市場交易出來的價格 我才叫做市價 那如果沒有真正的市場交易出來的價格 你覺得很多東西都沒有啊 比如說好了 也同樣一棟大樓 好 同樣一棟大樓 地保 五樓賣的價格跟二十樓賣的價格 會一樣嗎 你說那五樓 五樓賣掉的金額 二十樓賣掉的金額 一瓶是兩百萬 那五樓就可以賣到一瓶是兩百萬嗎 雖然一樣是地保 會是一樣 建築公司一樣 同一年期待好的 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不同 我們是地理位置吧 應該是說高度不同 視野不同 價值就不會一樣啊 那說不定有時候是什麼啊 在這邊聽到一個廣告什麼 千金買屋 萬金買民 也就是說你的鄰居很重要 好 所以也許那個二十樓的 雖然圖那個視野比較好 可是五樓的旁邊的鄰居很好啊 很能夠守望相助啊 這個你也不能說出它的價值是多好 所以這個很難說二十樓是賣了 每一瓶兩百萬 五樓就可以賣多少錢 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就是什麼 可以用一個什麼 公盈的價值去評估 因為其他的這個參考價值之外 我們有其他的因素 就把它評估出來它的價值 所以我們叫做公盈價值 好 所以我說 有些用詞會很 你會覺得很嘔吐 就像我說期末 我們現在講說 你快期年度結束的時候 期末要做什麼 期末要做什麼 現在不對喔 國際會計程度說 報道期間結束日 好 就多這麼多一個文字出來 有些意思都是一樣的 好 只是它用詞 它是這樣用的 好 那我剛剛提到呢 這個地方呢 在我們的其他綜合損益 所發生的 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 但是如果它有了之後 可能每一年都有 可能每一年都可能 好 因為每一年可能下課 都會發生一些調整 所以是可能每一年都有 但是不見得每一家公司 都會被這五類的交流 有哪些 第一個資產重複增長 第一個資產重複增長 好 因為呢 現在呢 國際呢 是會什麼 重褐啊 或者是等等的 交通的發展之後 好 像之前呢 好 現在之前 現在呢 大概在二十 還不到 大概在十五年前 像那個高雄市區 這個農十六 整個美術館 農十六那邊非常熱門 對不對 現在那時候 早期那個大概十五年前 那邊的一坪道 就是蓋好的大樓 一坪的房價大概 八九萬到十萬都可以 還不到 現在一坪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三十萬 好 那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當然有可能因為什麼 它的那邊的地價 肯定那個增值了 所以呢 如果我在那邊有房子 好 我也有個房子 辦公大樓在那邊 我剛剛說買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百坪 大概一千萬好了 好 想說幾十萬 買了一千萬 而現在呢 已經漲到多少 三千萬 好 那三千萬是市價 可是我們用戶價 我們資產重複的時候 基本上是用戶價來平均 好 我們剛剛有講說 當你持有 原持有的時間的物價 到你現在重複價的時間點 如果物價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五 你就做資產重複 好 那資產重複 我的價值從一千萬 假設重複之後是三千萬 增加了兩千萬 那這個資產重複增值了 增值我這個房子 是不是價值的提升了 可是對我來講 我實現的利益嗎 我沒有賣啊 所以呢 這個資產重複增值的部分 在我做了資產重複增值之後 這個金額不能直接去影響我的存業 因為我沒有賣 好 所以這個增值是事實 但是我沒有賣 這也是事實 所以它不能直接去影響到本期的存業 所以我直接會放在一個其他中的存業 當然你什麼時候會實現 當然有一點點把它賣掉 這個重複增值就會實現 但是它還沒有實現之前 我是放在其他中的存業 好 那資產重複 但是我今年重複 我不見得每一點都會重複啊 好 所以資產重複如果我今年做了 好 我重複增值了兩千萬 我今年發生兩千萬 那因為我之前沒有發生這個重複的部分 所以我放在我的中和存益表 我放在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 累積其他中和存益也是兩千萬 那我今年重複明年我可能不會做啊 因為沒有每一年都 股價上哪敢的遮授那麼多啊 好 所以那每年在我的資產負債表裡 對不起 在我的存益表 中和存益表裡面就不會有資產重� 因為我沒有每一年都去做資產重� 所以我沒有這個經驗的 好 那我的資產還有資產 資產負債表的權益裡面 因為這是以前那個 上年年度累積下來的嘛 好 所以如果有累積的話 就是放在有一個資產重複 好 所以第一個 當你做資產重複 當年度發生資產重複的時候 增值的機會 只有增值喔 那如果有跌價啊 好 假設我現在呢 好 現在應該有 好 假設上一次最近哪裡淹水啊 假設剛剛想到 剛剛公司說怎麼淹水啊 他說我買的時候那個 沒有土地過度開發的問題 所以淹水的問題 好 結果現在呢 因為過度開發那一邊 水淹得很厲害啊 所以那邊房價大利 那我資產什麼 重複之後是什麼 減少的 就是價值減少了 好 那價值減少的話呢 我就直接列入境界外廊 好 我做了減損 我說當你發生的損失 省慎性 省慎性 你有損失 只要公寄得出來 你就要承認 就承認就是事嘛 立即影響當期隨意 所以呢 這邊所有的金額可能是 可是只有這一個 它是重複增值的時候 才會放在這裡 它如果是發生減損的話 它是直接影響本期損利 因為在我們的會計裡面的 省慎性 省慎性就是有損失 只要公寄得出來 你就要承認 所以承認就是什麼 要在你的報表上面反應出來 所以你要記帳 要記在你的日記簿裡面 擴張到分類帳 然後反應在你的財務報表上面 那其實這個潛損 當你發生的時候 是直接影響本期便宜 才是我們所謂的省慎性 好 那如果你是爭執 因為你還沒有立即 你還不知道什麼聲會慢 你不見得那麼快會慢 那不像體驗單位說 我就是對近期之內 就會把它承認兩不一樣 所以它只會什麼 放在其它中的層 等哪一天你實現的 再把它重複增 好 這是第一個 思產重複增 要要真實的部分 好 第二個 好 我先講一個是 我們可能這個至少 這個這句型不會講到的 未認定 退休金正式 好 這個因為講起來 就要從退休金來講 所以這個地方能 基本上我只不打算講 而且退休金照理說 說我們94年開程 確定提搏制 好 會有退休金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什麼 我們的確定給付制之下 才有退休金的快速處理 如果是確定提搏制 其實是那個退休金 就會出一個問題的 好 那這個 因為我們如果94年之後 未來你們去工作的時候 就沒有 那你們的退休金未來就是什麼 確定提搏 我們就是說雇主每年固定 從給你的薪水幾乎百分之六 到你的個子上股 就百分之六 好 那以前的退休金叫 確定給付 好 確定給付之後 根據你在公司的多年資 根據你的薪水等等等等 好 你退休之後 我確定給你多少退休金 這個叫做確定給付 好 那確定給付 因為它有不確定性 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退休 退休那時候你的薪水會多少 這個都還什麼 用估計的方式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有這個問題 那現在確定提搏是 我給你薪水有五萬塊 好 我每個月都自己多三千塊 到你對人的帳目 沒事了 以後給我勾發 那是你的事啊 好 所以這個就是確定提搏 那這個確 但是呢 在我們94年之前 我們退休金的辦法是確定給付制 就確定給付之下 因為未來不確定 所以它用估計的 那既然估計的話 當你的精算假設發生變動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就會怎麼調整 那因為調整精算假設可能會 也不能說常常嘛 可是它變動 假設你在跟一家公司工作三十年 精算假設變動可能會發生了很多次 所以你每次一發生 就馬上去調整你的當期隨意 影響你的退休金費用的話 那一個公司的隨意的波動就什麼 就會比較大起伏 會比較平凡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它自己 本身造成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於退休金會任界的盡損 是我們就會怎麼 先把它放在其他中間的水面裡面 好 那這個基本上我不會去講它 這個我們應該再講 固定資產的時候會提它 因為我們 我估計 我們到下學期也不可能講到 退休金的會計處理 一則我也不太想講 因為94年之後 就沒有確定幾個分析的問題 雖然前兩年的國考 常常出退休金的會計處理問題 我現在也不懂 因為基本上再過個15年 你們就沒有94年再過個15年 因為那時候常常 那個時候有很多人 在公司服務的人 就問我說 那它要不要把它改變成 確定幾個分析 就問我要來做這個事情 那就其實每個條 每個公司方法不一樣 都沒有人說 所以我預計 其實從94年再加個15、20年 15年也差不多 109年可能就被這個 退休金的確定幾個分析之下的 18號公報又處理的問題 所以這個 這樣我們不遺免的時間 現在我們不遺免的時間 現在我們不遺免的時間 已經有未來平他步動 那今年 好 去年 反正只有出現什麼地方 前兩年的出貨 那這個 這個因為我 我覺得沒有去講它的意義 就是因為 未來不會有這個 快記處理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我先去講 後面還有三個交易 而我要花點力氣去交易它 所以呢 我們就先不講到這個 所以我剛才來講說 這個兩個先講 其他綜合主義有 這個 來在我們的60度裡面 進去的 五個交易內容 我先講前兩個 前兩個 變合基礎 然後基礎 好 資產重複的 我們就講過一件事 之後 現在就來跟我們講的是 以後 三個交易行為呢 等一下下個禮拜 再來跟三個說明 這個三個交易 它可以要稍微的解釋 這是什麼樣的交易所產生的 好 所以它要花一點時間來解釋 好 所以我們就留著 下個禮拜再說 好 我們再進去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